嗨,我是陈老师 记得订阅、赞和分享这条片 谢谢你 又到了一年一到吃灯笼玩月饼的时节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讲了几日逻辑思辨 今天我们转一转口味 我们讲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我打算是开一个长命系列去做 这一部分我未来应该会放在我历史频道里做 很多人多多少少都会听过孙子兵法 它全书只有六千多字 但是真正认认真真地由头看到尾的人并不多 很多人连看都没看过 就说孙子兵法已经是一些很old school的东西了 已经没有现实的意义了 当然就不是了 为什么孙子兵法对今时今日依然有很重大的意义呢 原因就在于它是一本春秋时代所写的兵法书 如果大家对历史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都会知道其实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期 是很不一样的 在春秋时代打仗其实都还是很讲礼仪的 大家会列好阵 等到所有人来齐了 才会开片的 而且主要都是贵族之间的战争 所杀的人并不会太多 所以这个时候的兵法 它主要是集中在谋略和管理的部分 它并不是教你怎么样去杀人的 所以如果你从商或者你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涉及到管理的范畴 涉及到谋略的 那这本书就到今时今日都依然有指导性的意义 因为它并不是要你将对方置诸死地 而是教你怎么样用巧妙的方法 赢得这一次的胜利 你怎么样令到你的添人可以为你卖命 可以无条件地追随你 你怎么样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怎么样利用杠杆去获得你的优势 那这本书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中国人根本就不缺兵法 孙子兵法是第一部兵法 在它出现之后还有四千多部兵法 最出名的就是所谓的武经七书 即是七部兵法 第一部就是孙子兵法 第二部就是吴子兵法 第三部是司马法 第四部是李慧公文队 第五部是慧导子 第六部是黄石公三略 第七部是六套 孙子兵法有十三篇 第一篇 此计篇 第二篇 作战篇 第三篇 谋公篇 第四篇 军营篇 第五篇 兵势篇 第六篇 虚实篇 第七篇 军争篇 第八篇 九变篇 第九篇 行军篇 第十篇 地营篇 第十一篇 九地篇 第十二篇 火公篇 第十三篇 用间篇 第一篇用计 最下一篇用间 间谍也好 离间也好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要去收集敌方的情报 当我们收集了对方的情报之后 其实我们才可以针对性地使用计谋 所以你会发现这十三篇其实是一个循环 很多人都试图去说孙子兵法应该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但在我们想学到生活的变化之前 我觉得我们最需要的是完整地读一次孙子兵法 所以这一集的内容 我会用白话文跟大家去说一次 这六千零七十五个字 跟大家简单地过一次孙子兵法 究竟他是在说什么 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 那今集你听到这就OK的了 但当然我觉得这一本书是很值得大家认真地去听一次 反正不用你看文言文 不用你看古文 我会直接用白话文读给你听 OK 事不宜迟 孙子兵法马上开始 第一篇 始继篇 孙子说战争是国之大事 它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 不可以不慎重地考察和研究 一定要从下面这五个方面来去分析和研究 通过比较分析敌我双方的各种条件 来去预测战争胜负的可能性 第一个方面是道 第二个方面是天 第三个方面是地 第四个方面是杖 第五个方面是法 什么是道呢 道就是使民众和君主的意愿相一致 这样的话 民众在战争之中就可以为君主出生入死 不惧怕危险 什么是天呢 天就是指阴阳 寒暑 四季 所谓的地 就是指路程的远近 地势的险要或者平坦 地域是广阔还是狹窄 是生地还是死地等等的地理条件 什么是杖呢 杖就是指杖岁的自谋才能 以及想佛有信 对捕下仁慈关爱 勇敢果断 军己言明 什么是法呢 法就是指军队的组织和编制 将军和官吏的统核管理 和权责划分 军需物资的掌管和供给 对以上的第五个方面 身为将领 都不可以不做深入的了解 只有那些真正了解和掌握情况的人 才有可能会取得战争的胜利 如果不是 就不可能可以取胜 所以要通过双方的各种情况 你去考察和分析 才可以预测到战争的胜负和各种情形 哪一方的军主更得民心 哪一方的将领更加有能力 哪一方占有天时地利 哪一方的法令更加能够严格执行 哪一方的军队更为强大 哪一方的士兵更加训练有数 哪一方的想佛更加公正严明 我根据这些分析和比较 就可以判别到双方的胜负 如果听从我的计则 指挥作战必成 我就会留下在那里 如果不听从我的计则 指挥作战必败 那我就会离开 听从了这个有利于 黑敌制性的计则之后 就要想办法去造成一种态势 用来辅助我方对外的军事行动 所谓的势 就是相对于我们有利的情况 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和行动 用兵作战是诡诈之道 可以攻就要扮到不可以攻 要打就扮到不想打 如果想着近攻 就要扮到由远处去攻打 如果想着远攻 就要扮到想着近攻打 对方贪图利益 就要用利益去诱惑他 对方混乱就要趁机去攻他 对方力量充实 就要防备他 对方强大就要暂时被其锋芒 对方暴躁二路就要骚扰他 让他失去理智 对方自卑而谨慎 就要令到他骄傲自大 对方体力充沛 就要想办法令到他疲累 对方内部团结 就要想尽办法离间他们 攻其不备 出其不移 这些都是军事加黑敌制性的要决 只可以随机应变 灵活运用 是没办法事先具体规定些什么 在未开战之前 在妙堂之上 预测说我们会获胜 这个预测的根据是因为我方所占据的有利条件多 而在未开战之前 在妙堂之上预测我们无法赢到敌人 亦都是因为我方所占据的有利条件少 占据有利条件多就能够取胜 占据的有利条件少就无法取胜 更何况 我们连一点的有利条件都没有的时候 我只是根据妙堂上面的预测 就可以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 第二篇作战篇 孙子华 但凡用兵作战 需要出动轻重战车各千步 和全副武装的十万大军 还要不远千里地运送粮食 这样一来 前方和后方的各种开支 用来招待奔客 和出谋或策的谋事的费用 各种器材物资 战车夹就的供给等等 每日都要花费千金 搞定上述的这一切 十万大军才能够出动 用这么庞大的军队作战 一定要争取速战速决 旷日持久 就会令到军队疲倦 和锐气错伤 一旦搞到要攻城 就会令到兵力有大量的损耗 军队长期在外作战 必定会导致国家的财政不足 如果军队疲备不堪 锐气受挫 兵力折损 财科耗尽 其他的诸侯 就会趁你病 拿你命 在这样的时候 就算再有致谋的人 也都没办法可以力挽狂难 挽回这个危局 所以在用兵打仗这件事上 我只是听说过 宁愿笨手笨脚 都要以求速胜 从来都没听过 想着投机取巧 而将时间拖长 我也都从来没听过 长期拖延一场战争 会对一个国家有利 所以如果没办法完全了解 用兵的害处的人 那就没办法完全了解 用兵的益处 善于用兵的人 士兵不需要多次挣扎 粮草也不需要多次运送 武器装备由国内供应 带粮食 就要想顺办法 在敌人的手上夺取 这样的话 军队的粮草供应 就充足了 国家因作战而贫困 那是因为军队长途运输的原因 长途运输就会导致百姓穷困 靠近驻军的地方 物价就必定会高涨 物价高涨就会导致百姓的财物枯竭 财物枯竭 税负和劳逆就必定会加重 军力耗尽 财源枯竭 国内控去 百姓的私人财产 选耗了十分之七 公家的财产 也会因为战车的破损 和战马的疲累 甲奏 弓箭 枪击 盾牌 支重车辆的损坏 而选耗十分之六 所以 有智慧的将军 一定会寻求 在敌国解决粮草的问题 在敌国那里得到一口粮草 就相当于在本国 运二十口粮草过来 就地 找到一口马食的木草 就相当于在本国那里 运二十口粮草过来 所以 如果士兵拼死杀敌 就要激起他们对敌人的仇恨 如果要夺取对方的军需物资 就必须要用绞获的财物 来去掌赏士兵 所以 在车战之中 但凡取得敌军战车十步以上 就要掌赏 最先夺取战车的那个人 而所夺得的战车 要马上换上我方的旗帜 混合偏入我方的车队之中 对俘虏的士兵 也要予以优待和供养他们 就可以做到 在战胜敌人的时候 令自己越来越强大 所以 用兵作战 跪在速胜 不适宜旷日持久 深暗用兵之道的将税 掌握住民众的生死 主宰住国家的安危 第三篇 谋公篇 孙子说 但凡用兵的原则 令到敌国不战而行 是上策 其次 是用武力击破敌国 令到敌人全军不战而行 是上策 其次是用武力击破敌军 令到敌人全旅不战而行 是上策 其次是用武力去击破敌旅 令到敌人全部的士兵不战而行 是上策 其次是用武力去击破敌人的士兵 令到敌人整个队 不战而行 是上策 其次是用武力去击破敌人的队伍 所以 百战百姓 并不算是最高明的计划 不战而屈人之兵 才是高明之中的高明 用兵的上策 是以谋略性敌 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勝 再其次 是用武力去击破敌军 最下策 就是去攻打敌人的城池 攻城 是不得以而为之 制造攻城用的盾牌和车辆 以及准备各种各样的攻城器械 至少需要三个月才可以完成 收足攻城所用的土山 又要花费三个月才能完成 如果将领难以抑制焦躁的情绪 命令士兵好像螞蟻一样爬上去云梯攻城 就算士兵死伤三分之一 那个城池都依然没办法可以攻到下来 这个就是攻城所带来的灾难 所以 至于用兵打仗的人 不通过打仗就能够令到敌人屈服 不通过攻城 就可以令到敌人的城池投降 摧毁敌国 不需要长久的战争 务求用全盛的策略 增胜于天下 这样就可以做到 既不令到国力和兵力受挫 又能够获得全面胜利所带来的利益 这个就是谋攻的法则 所以用兵作战的原则就是 如果我方十倍于敌军 那就实施遗战 我方五倍于敌军 就发动进攻 我方两倍于敌军 就想办法将敌军分散 如果敌我双方势军力敌 就想办法去战胜敌人 如果我方的兵力少于敌军 就想办法去摆脱敌军 如果我方的实力不如敌军 就尽量避免与他们交战 所以 如果弱小的一方死拼固守 就会被强大的敌人所俘虏 将税是国军的辅助 辅助得宠物周长 国家就必定会强大 辅助得疏漏失当 国家就必然会衰弱 所以 国军对军队所造成的危害 有三种 不了解军队不可以前进 就下令前进 不了解军队不可以后退 就下令后退 那就叫做速拨军队 不了解军队的事务 而插手军队的管理 那帮将士就会因为迷惑 而无所释重 不明白军队的战略战术的权移变化 但是就要干预军队的指挥 那帮将士就会产生疑虑 如果一个军队既无所释重 又疑虑虑虑 那其他的诸侯国城基来犯的灾难 就会降临 这个做法 就是所谓扰乱自己的军队 而导致敌人的胜利 所以 以下的五种情况 可以预知胜利 知道什么情况可以作战 什么情况之下不可以作战 那就可以取成 懂得根据兵力的多寡 而灵活采取不同的策略 那就可以取成 全军上下同心协力同受敌丐 就能够取成 以有备之师去对付疏害之敌 就能够取成 将帅的指挥能力强 而且国军不加以干预 那就可以取成 这五点就是预知胜利的途径 所以说 知彼知己 百战不台 不知彼 而知己 一胜一负 不知彼 不知己 每战必败 第四篇 军营篇 孙子说 过去善于用兵作战的人 硬是会率先创造出自己 不可以被战胜的条件 然后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 令到不让敌人战胜的主动权 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敌人可不可以被战胜 在于敌人 有没有提供可乘之机 所以 事于作战的人 能够做到 自己不被敌人战胜 而不可以做到 令到敌人一定会被我所战胜 也就是说 胜利可以预见 但是不可以强求 当敌人不可以战胜的时候 那就应该进行防守 当有可乘之机 能够战胜敌人的时候 那就应该采取进攻 防守是由于取胜的条件不足 进攻是由于取胜的条件有余 善于防守的人 就好像匿藏在深不可测的地底那样 敌人不知他在哪里 善于进攻的人 就好像从天而降那样 令到敌人防不升防 所以 既能够保存自己 又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 能够预见胜利 但并没有超过普通人的见识 那就不可以算是高明之中的高明 打了圣仗 天下的人都在称赞 也都并不可以算是高明之中的高明 那就好像 举起一条羽毛那么重的东西 不可以算是大力 可以见到太阳和月亮 不可以算是视力好 能够听到行雷闪电的声 也不可以算是听觉灵敏 古代所谓善于用兵打仗的人 只不过是战胜了那些容易战胜的敌人 所以 这些善于用兵打仗的人 他们打了圣仗 并没有智慧过人的明星 也没有勇武杀敌的战功 因为 他们的胜利是必然的 是绝对不会有差错的 之所以不会有差错 是由于他们所采取的措施 都是建立在必胜的基础上面 战胜的是那些 一早已经处于失败境地的敌人 所以 善于打仗的人 硬是会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并且不会放过任何可以击败敌人的机会 所以 打胜仗的军队 硬是可以率先创造出胜利的条件 然后才去交战 打败仗的军队 硬是会谋然先和敌人交战 然后再在交战的过程之中 去争取僥倖的胜利 善于用兵的人 硬是能够修明正直 并且遵守智性的法道 所以 才能够成为战争胜负的主宰者 在兵法之中 一是度 也就是估算土地的面积 二是量 也就是推算物产数量的多少 三是数 也就是统计士兵的数量 四是称 也就是比较双方军事的实力 五是胜 也就是得出胜负的判断 有土地 就有土地的面积 有土地面积 就可以推算出物产数量有多少 知道物产数量有多少 就能够决定双方的士兵有多少 而敌人和我方的士兵数目 就决定双方军事实力的强弱 知道敌我军事实力不一样的地方 就能够得出胜负的判断 所以胜利的军队和失败的军队 就好像拿二十两和一文钱 拿来比较一样 占有绝对的优势 而失败的军队和胜利的军队 就好像用一文钱和二十两比较一样 处于绝对的劣势 胜利者在指挥军队打仗的时候 就好像作难千尺那么高的水壩一样 势不可挡 以上就是所谓的军役 第五篇 冰势篇 孙子说如果要做到治理大部队 就好像治理小部队一样 关键就在于合理的组织编细 指挥大部队作战就好像指挥小部队作战一样 关键就在于高效的指挥和通讯 三军将士与敌对抗不会失败 关键就在于巧妙地运用伏击和正面交锋的变化 向敌方发起进攻就好像拿石头钉鸡蛋那么容易 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以实击去 但凡作战 都是以正面交锋短兵相接 再用伏击出其制胜 所以善于出其制胜的杖势 他们的战法就好像天地一样 那么变化无穷 好像江河一样 奔流不息 忠而伏此 就好像日月的运行 死而伏生 就好像四季的更迭 声音只不过只有五个阴阶 但是用这五种音阶变化组合 就能够产出听都听不完的音乐 颜色只不过只有五种 但是用这五种色调的变化组合 就能够产生出看都看不完的色彩 味道只不过只有五种 但是用这五种的味道变化调和 就能够生产出试都试不完的味道 战争中的态势 就是得出其不易和正面交锋两种 但是运用这两种变化组合 就能够产生出变化无穷的战略和战术 出其制胜和正面交锋的相互转化 就好像一个圆环一样 无耻无忠 谁能够找到他的进头 全急的流水用非法的速度奔射 令到石头都可以飘起 就是借助了强大的水势 猛禽飞速凶猛 令到他可以能够迅速地暴杀了兽 就是因为他掌握了突然发起进攻的节奏 所以至于作战的指挥者 他所造成的态势是险进的 发起进攻的节奏是短速快捷的 险进的态势就好像拉行了的功劳一样 短速的节奏就好像触发的老机 在一片的军旗和人马之中 双方运战 战场的事态变化多端 但是自己所组织和指挥的军队 一点都不会乱 战车转动 人马奔驰 但是自己指挥的军队 就能够应对治愈 和立于不败之地 双方交战 有一方混乱 是因为对方治军更加严谨 一方怯懦 是因为对方更加勇敢 一方弱小 是因为对方更加强大 军队治理有罪或者混乱 就在于他的组织偏制 士兵勇敢还是怯懦 是由各自所处的态势所决定的 军力强大或者弱小 是各自军队内在实力的体验 所以 是于调动敌人的仗势 向敌军示意假仗 敌军一定会根据这个假仗 而作出相应的错误举动 给少少好处敌军 敌军一定会给他所引誘 用一些很少的利益 去引誘敌军 然后再部署重兵去等他 所以 是于用兵作战的人 通过造成有利之势 去夺取胜利 不会苛求报下以苦战取胜 也是因为这样 他能够更好选择人才和用人 巧妙地利用或者创造必胜姿势 适于利用小的人 他指挥仗士作战 就好像转动一块木和一块石 木头和石头的特征 就是当你将它放在平坦的地方 它就会静止不动 但是如果你将它放在险峻的高地 它就会滚下来 四四方方的物件容易静止 圆滚滚的物件容易滚动 所以是于指挥作战的人所造成的态势 就好像将一块圆滚的石头 在万丈的高沙推下来 以上就是所谓的兵势 第六篇 虚实篇 但凡是先到达战地在等待敌人的军队 他们都可以松容主动 而在之后才到达战地 闯出应战的军队 就会被动和疲劳 所以 是于指挥作战的人 能够调动敌人 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能够调动敌人 令到他自动来到我预设的地点 那是用利益引誘的结果 能够令到敌人不去到预定的地点 那就是设置障碍 多方阻撓的结果 所以 如果敌人休息得好 那就要搞到他们疲劳 如果敌人粮草充足 那就搞到他们挨肚饿 如果敌人安然不动 那就想办法令到他不动都不行 在敌人没办法紧急救援的地方出击 在敌人预料不到的地方进攻 行军千里都不会累 那是因为 在敌人没有设防的地区那里行走 进攻一定会取胜 那是因为攻击敌人疏于防守的地方 自己的防守能够固约金汤 那是因为防守在敌人无力进攻的地方 所以善于进攻的人 能够令到敌人不知道怎样防守 而善于防守的人 就能够令到敌人不知道怎样进攻 微妙啊微妙 竟然看不到任何的终绩 神奇啊神奇 竟然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这样才能够成为敌人命运的主宰者 在进攻的时候敌人无法抵御 那是由于攻击了敌人空虚的地方 在撤退的时候敌人无法追击 那是由于行动迅速 而令到敌人无法追得上 所以如果我军想要交战 就算敌人有高大的壁壘 和深深的虹溝 都无法不出来应战 那是因为我军攻击了 对方非救不可的要害之处 我军不想和敌人交战 就算滑地自首 敌人也无法和我军交战 那是由于我军 已经想办法改变了敌人进攻的方向 所以想办法令敌人显然中绩 而我军就藏而不露 那我军的兵力就可以集中 而敌军的兵力就会分散 我军兵力集中于一点 而敌人的兵力分散在十个地方 那我就可以以十倍于敌人的兵力 去攻击敌人 在局部战场上面 就可以形成我中敌寡的绝对优势 能够做到以中激寡 那和我军直接交战的敌军就会少了 敌军不知道我军所预定的战场在哪里 那会四周围分兵设防 敌人防备的地方越多 兵力就会越分散 那和我军交战的敌军就会越少 所以防备了前面 后面的兵力就会薄弱 防备了后面 前面的兵力就会薄弱 防备了左边 右边的兵力就会薄弱 防备了右边 左边的兵力就会薄弱 四周围都防备 那四周围的兵力都会薄弱 兵力之所以薄弱 就是因为四周围都要去防备敌人 兵力之所以充足 就是因为迫使敌人处处防备自己 所以能够预知和敌人交战的地点 和交战的时间 就算行军千里 也可以和敌人交战 如果不能够预知交战的地点 和交战的时间 闯出预敌 那会导致左翼不能够右翼 右翼不能够够左翼 前面够不到后面 后面够不到前面 更何况 远的双隔数十里 近也有几里地 以我的推测判断 越国虽然兵多 但是对他的取胜又有什么帮助 所以说 胜利是可以创造的 敌人虽然兵多 但是就可以令到对方没有战斗力 没有办法参与战斗 通过仔细分析 可以判断敌人作战计划的优劣得失 有时敌人行动 就可以了解敌方的动静规律 通过视形有敌 可以搞清楚 他所处的地形有利 还是不利 通过试探性进攻 可以探明敌方兵力布置的强弱多寡 所以当视形有敌的方法运用得极其巧妙的时候 那就可以做到 一点忠绩都没有 如果连小小的忠绩都不暴露 就算是潜伏得再深的间谍 也都看不到我军的底势 就算是足智多谋的敌军将领 也都无计可施 将根据敌情变化 灵活运用战法而取得的胜利 放在众人的面前 众人也都不知道个中的奥妙 人们只是知道 我黑敌制性的方法 但就不知道 我怎样运用这些方法制性 所以每次战胜都不是重复前一次的方法 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 采取了变化无穷的战术 用兵的规律 就如同水的流动 水流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 而用兵就是避开敌军的主力 或者是防守的牢固之处 而走去攻击他薄弱的地方 水会因为地势的高低而决定流向 而用兵就要根据不同的敌情 来去采取不同的制性之策 所以用兵作战 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 就好像流水并没有固定的形状和去向 能够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取得胜利 这样才可以说是用兵如神 所以五行相生相克 没有哪一个会永远占据优势 四季轮回更替 没有哪个季节会永远固定不变 就好像日有长短月有缘缺 第七篇《军争篇》 孙子说 但凡用兵之法 从将领接受君主之命 征扎民众组织军队 到负战长与敌对阵 中间最困难的事情 莫过于跟敌人去争夺有利制性的条件 在军争之中最难的地方 莫过于将迂回曲折的弯路变成捷径 将不利的条件准变为有利的条件 所以用迂回绕道的进军路线去迷惑敌人 用小小的利益去引诱敌人 就算在敌人之后出动 也能够被敌人抢先到达战地 这些就是懂得迂值之计的人 军争既有利也有危险 如果全军带着所有物资前进 去争夺先机之利 就会影响行军速度 而无法及时到达 如果扔掉物资前进 装备和物资就会损失 所以就是拿着规格发出前进 日夜不息 加倍紧急行军 分走百里去夺取先机之利 那么三军的将领就有可能会被呼祸 健壮的士兵能够先行到达 疲倦的士兵一定会落后 用这种方法 只得十分之一的兵力可以赶到 如果急行五十里 和敌人争夺先机之利 那么先头部队的主将必定会受挫 能够到达的人数也只得半数 就算急行三十里去争夺先机之利 也只得三分之二的兵力能够赶到 所以军队没有载重车就会失败 没有粮食就不可以生存 没有物资储备就没办法坚持作战 所以不了解诸侯列国的战略意图 那么就不可以跟对方结交 不熟悉山林险佐沼泽等等的地营 那么就不可以行军 不使用响道 就不可能可以有效地利用有利的地营 所以用兵作战要善于用诈 根据是不是有利来去采取行动 根据双方的情细 兵力有时分散 有时集中 军队行动迅速的时候 就好像狂风骤雨那样去到 行动缓慢的时候就好像整齐的树林一样 进攻敌人的时候就好像寥原的烈火 按兵不动的时候就好像座山一样 窥言不动 隐蔽的时候就好像乌云闭日 行动的时候就好像雷霆万军 夺取敌方物资的时候要分兵行动 开托姜土要分兵握手要地 要权衡利害得失 示机移动 率先懂得于直之计的人 就会胜利 这个就是军争的法则 军政上面说用言语来指挥很难听到 所以要用金鼓 用手势来指挥 没有人看得清 所以要挥动蒸旗 金鼓和蒸旗都是用来统一士兵的视听 和统一作战行动的 军队的行动既然统一了 勇敢的将士就不会单独无尽 协罗的将士也不会独自退却 这个就是指挥大军作战的方法 所以夜间作战要多使用火光和鼓声 朝早作战就要多使用蒸旗 这些方法都是用来适应士兵的视听 所以说对于敌方三军 可以挫伤他的锐气 对于敌军的将税 也可以动摇他的决心 军队初战的时候 士气饱满 锐不可挡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士气就会低落 去到后期 士气就会完全衰竭 所以 视于用兵的人 硬是会避开敌人的锐气 等到敌人士气低落衰竭的时候 就发起猛攻 这个就是正确地掌握士气的方法 用严谨来对待敌人的混乱 用镇定沉着 来对待敌人的躁动圈蛙 这个就是正确地掌握军心的方法 以近代远 以日代劳 以宝待机 这个就是正确地掌握军力的方法 不去凝击其次整齐 部五统一的军队 不去攻击 阵容严谨 士气饱满的军队 这个是正确地掌握 因敌而变的方法 所以 用兵的方法是 敌人占领高地 不要去养弓 敌人背靠高地 不要在正面迎击 敌人洋装败退的时候 不要跟踪追击 敌军銳器正成 不要去进攻 面对敌人的有兵 不要贪取 敌人撤退回国 不要去阻折 在包围敌人的时候 要留一个缺口 在敌人陷入困境的时候 不要过分地脅迫 这些都是用兵的基本原则 第八篇 九八篇 孙子说 但凡用兵之法 将帅接受国军的命令之后 征集兵园 早建军队 在难于通行的地方 不要住宅 在四通八达的地区 要跟四周围的近伦结交 在环境险恶 生存困难的绝地 不要停留 处于被包围的地方 就要考于计谋 处于死地 就要缺一死战 有些道路 可以不在那里经过 有些敌军 不可以攻击 有些城一 不要攻占 有些地域 不要争夺 君主的命令 有时可以不接受 所以 将帅能够精通 九变的具体运用 就可以说 是懂得如何用兵了 将帅如果不能够 精通九变的具体运用 就算了解了地营 也不能够获得地理的优势 治兵 但不懂得九变之术 就算知道了五里 也无法充分发挥军队的作用 明治的将帅考虑问题的时候 硬是可以兼顾到 利和害这两个方面 在有利的情况之下 考虑到不利的方面 事情就可以顺利地进行 在不利的情况之下 考虑到有利的方面 和患就可以解除 所以 要通过令到对方不利的方式 来去逼使诸侯屈服 通过制造事端 逼使诸侯亡乱 通过利友 逼使诸侯归附 所以 用兵之法 不要忌希望于敌人 不会来 而是要依靠自己的充分准备 严阵以待 不要忌希望于敌人 不会进攻 而是要依靠自己 坚不可吹的防御 令到敌人 不敢进攻 所以 将领有五种致命的弱点 就是懂得死拼硬打 那就有可能会被诱杀 林郑威胁 贪生怕死 就可能会被俘虏 性情浮躁易怒 就可能会受到敌人的轻言侮辱 而妄自行动 中意廉杰的名声 多过自尊 那就有可能会因为被羞辱 而失去理智 欢仁爱闻 就有可能会被敌人的暴行繁扰 而陷于被动 以上五种情况 是将税容易犯的过失 也是用兵的灾难 军队的覆灭 将税的被杀 都是因为这五种致命的弱点而造成的 所以 不可以不充分地去认真考察 和了解 第九篇 《行军篇》 孙子华 但凡军队的部署 和对敌情的观察判断 都应该要注意以下这几个方面 通过山地的时候 要靠近有水草的溪谷 要在居高向阳的地方住宅 敌人占领高地的时候 不要养工 这个就是在山地部署 军队的原则 横渡江河之后 应该在远离水流的地方住宅 敌人渡水而来 那就不要在江河之中迎击 而要等他们度过半数的时候 再发起进攻 这样才最为有利 如果要与敌军交战 那就不要紧靠水边列阵 要居高向阳 不要面迎水流 这个是在江河地带部署军队的原则 通过严谏沼沼泽地带的时候 要迅速通行 不要停留 如果在这个地方与敌军相遇 那就一定要占据 靠近水草 而背靠树林的地方 这个是在严谏沼泽地带部署军队的原则 在平原地带上面 要选择平坦的地方设形 则亦要依托高地前低后高 这个是在平原地带部署军队的原则 以上四种部署军队的有利之处 就是皇帝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四帝的重要原因 但凡诸军都喜欢干燥的高地 厌护潮湿的低蛙地区 重视向阳之地 避开阴暗之地 军队要住宅在靠近水草 便于生活和地势高的地方 这样才可以做到仗士百病不生 是军队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幽灵堤防地带上面行军 一定要占据向阳的那边 并且背靠高地 这些措施之所以对用兵作战有利 是由于充分发挥了地形的辅助作用 上游落雨 洪水突然间来 如果要徒步涉水 那就应该等水流平缓之后再到河 但凡遇到绝坚 天井 天牢 天罗 天陷 天陷 这几种地形的时候 一定要迅速离开 不要接近 我军要远离这些地形 而令到敌人靠近他 我军应面向这些地形 而令到敌人去背靠他 行军在山村险了 路位重生的低蛙地 草木茂盛的山林地区 一定要反复仔细地搜索 这些都可能是敌人埋切伏兵 和隐藏奸细的地方 敌人迫近能够保持安静 那是因为占据着险要的地形 敌人离我好远 但是就向我挑战 那是企图引誘我前进 敌人不占据险要的地形 而占据平坦的地方 那一定有他的好处和用意 很多树木的枝叶遥动 是因为敌人隐蔽来袭 在草丛里面 设立了很多遮蔽物 那是敌人企图迷惑我们 群鸟经飞 是因为下面有伏兵 野兽经骇奔徒 是敌人大举来袭 尘土高而尖 是敌人的战车向我们开过来 尘土低而宽阔 是敌人的步兵向我们行进 尘土散乱而细长 是敌人用马车拉着树枝 迷惑我们的方法 尘土小而时起时落 是敌人这道安营宅寨 敌方使者延迟谦卑 而实际上就加紧被战 那就代表他正准备向我们进攻 敌方使者延迟强硬 而军队又向我进逼 那就是准备要撤退 敌人的轻车首先出动 并且部署在两侧 那是在暴裂阵势 敌方没有事先约定 而突然之间走来请求以和 过中一定有阴谋 敌方急速奔走 并且排列阵势 是在期待和我们决战 敌军半进半退 是在企图引诱我军 敌兵捉住兵器站在 是饥饿的表现 负责供水的士兵 打了水自己饮先 那是颈渴和缺水的表现 敌人见到有利 但是不前进争夺 那是疲劳的表现 敌方的形寨上面有非料聚集 那就代表军营是空的 敌方的形象 夜晚有人惊呼 是恐惧的表现 敌营惊妖分乱 是敌军杖碎 没有威严的表现 敌军精奇遥动不整 是敌军队伍混乱的表现 敌军的军利容易发怒 是敌军疲倦的表现 敌人杀马食欲 是缺乏粮食的表现 厨具挂在不使用 不回去营舍 那是陷入绝境的表现 敌军聚集在一起 私底下小声地议论 是敌将失去了人心的表现 不断地稿上士卒 是敌军一筹莫展的表现 不断地处罚步属 是敌军陷入围栏境地的表现 敌军将帅 对部下 空残师部 然后又畏惧部下 是最不精明的将帅表现 派使者来送礼言好 是敌人想休兵释战的表现 敌军请路和我军对阵 但是一直都不肯交锋 又不肯撤退 那这种情况 一定要谨慎地观察他的企图 用兵打仗 并不去兵力越多越好 只要不轻敌无尽 能够集中兵力 判明敌情 那就能够取胜于敌人 那些无心谋远虑 而有轻敌妄动的人 一定会被敌人所俘虏 士卒尚未亲近依附 就执行懲罚 那他们就会不服从 不服就很难去使用他们 士卒已经亲近依附 仍然不执行军纪军法 这样的军队也是不可以打仗的 所以要用掌赏来去团结士卒 用军纪军法统一步调 这样的军队作战 必定能够取胜 平时严格地执行军令 并且用掌赏来去团结士卒 士卒就会服从 如果平时不严格地执行军令 又不用掌赏来去团结士卒 士卒就会不服从 平时军令能够得到贯切执行 那就表明 将遂士卒之间相处融合 第十篇 地营篇 孙子说地营有通 挂 支 艾 险 软 六种 我可以去 人家也可以来 叫做通 在通营的地域上面 应该抢先占据地势高而向阳的地方 并且保持粮食运送的道路畅通 这样跟敌人交战就会有利 可以去 但很难回头 这种地营就叫做挂 在挂营地域上面 如果敌军没有防备 那就要出击去战胜它 如果敌军有所防备 出击又没办法取胜 又很难可以回头 这种地营就会对我们不利 我军出击不利 敌军也出击不利 那就叫做支 在支营地域上面 就算敌人用利益来引誘我 我们也不可以出击 应该率领军队洋装退却 有时敌人出击一半的时候 再到反回打击对方 这样才最为有利 在艾营地域上面 也就是狹窄的地方 我们应该抢先占领 并且再用重兵去封锁关口 等待敌军来临 如果敌人想先占领了这些关口 并且用重兵把手 那我们就不要进攻 如果敌人并没有用重兵来握手关口 那就要快速攻占它 在险营地域上面 如果我军抢先占领 那就一定要占据地势高 而向阳的地方等待敌人 如果敌人抢先占领 那就主动撤退 不要去进攻 在远营地域上面 敌我双方势均力敌 这个时候就不宜挑战 如果勉强出战 对我们就不利 以上六点 是关于利用地营的原则 也是将税最重大的责任所在 不可以不认真考察和研究 军队作战失利 有以下的这六种情况 这六种情况的发生 并不是由天灾所造成的 而是由将领的过失所导致 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以一击十而导致失败 就叫做走 视出强悍而军官奈虐所造成的失败 就叫做持 军官强悍而视出协罗所造成的失败 就叫做陷 副将怨怒而不服从指挥 遇到敌人善事出战 主将又不了解他们的能力 最后造成失败 就叫做崩 主将软弱而有缺乏威严 自军并没有章法 利出无所适从 列兵步阵集乱无章 因为这样而失败的 就叫做乱 主将不能正确判断敌情 以小击中 以弱击强 又没有精锐的先锋部队 因为这样而造成的失败 就叫做不 以上的这六种情况 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 这几点也是将税重大的责任之所在 是不可以不认真考察和研究的 地形是用兵作战的辅助条件 正确判断敌情 制定取胜计划 考察地形险逸 计算道路的远近 这些都是高明的将领 必须掌握的方法 懂得这些道理去指挥作战 那就一定能够取胜 反之就必定会失败 所以根据战场的实情 如果有必性的把握 就算君主说不要打 也可以坚持去打 如果没有必性的把握 就算君主说一定要打 也都要拒绝出战 所以身为将税 进攻不贪求战胜的功名 撤退不会被违抗军命的罪责 只求保存百姓 符合国军的利益 这些这样的将税才是国保 对待时卒 就好像对待婴儿那样呵护 那时卒就可以跟随将税赴汤汤道火 对待时卒就好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 那时卒就可以与将税同生共死 对时卒过分厚待而不能使用 对时卒匿外而不能指挥 违反纪律不能够情治 就好像婴儿中的小朋友一样 是不可以拿来打仗的 就是知道自己的军队可以进攻 而不知道敌人不可以进攻 那取胜的可能性就是得一半 就是知道敌人可以进攻 而不知道自己的军队不可以进攻 那取胜的可能也只得一半 知道敌人可以进攻 也知道自己的军队可以进攻 但是就不了解地形不利于作战 那取胜的可能仍然只得一半 所以通晓用兵作战的人 行动起身绝对不会迷惑 战略战略的变化是无穷的 所以说知彼知己 圣乃不台 知天知地 圣乃可存 第十一篇 九地 孙子说 用兵之法 有散地 有轻地 有增地 有交地 有渠地 有重地 有彼地 有遗地 有死地 诸侯在自己的领地里作战 就叫做散地 进入敌境不深的地区 叫做轻地 我方占领有利的地方 敌方亦都占领有利的地方 就叫做增地 我可以去 对方亦都可以来的地方 就叫做交地 诸侯的国土 同几个国家比伦 率先来到的人 可以获得多方支援的地方 就叫做渠地 深入敌境 越过很多敌人的成一地区 就叫做种地 山林 险佐 沼泽等等 这些道路难行的地方 就叫做披地 进入的道路狭窄 退出的道路 又迂回又遥远 敌人用很少的兵力 就能够击败我们 众多兵力的地方 就叫做遗地 奋起束战就能够生存 不奋起束战 就会全军覆没的地方 就叫做死地 所以 处于散地不宜作战 处于轻地不宜停留 处于争地 不要勉强去强攻 处于交地 要避免被断绝联络 处于拘地 要多些结交伦国 处于重地 就要略取敌国 处于披地 就要迅速通过 陷入围地 就要用继谋脱困 处于死地 就要迅猛奋战 死忠求生 古代所谓善于用兵的人 能够令敌人前后 没办法相互顾及 大小部队 没办法相互依靠协同 军官和士卓之间 没办法相互救援 上下级之间 没办法相互联络 士卓溃散 而没办法聚集 就算聚集 也没办法齐整 对我有理就打 对我没理就停止行动 敢问 如果敌军众多 而且又阵势严静地向我们进攻 那又应该怎样去应对呢 答案就是 要率先去夺取 敌人必须要去救的要害之处 这样的话 敌人就会被逼 听任我方的摆布 用兵之理跪在神速 要趁敌人操守不及的时候 行敌人意想不到的道路 攻击敌人没有戒备的地方 但凡进入敌国作战的原则就是 越深入敌国腹地 我军的军心就越坚固 敌人就越不容易战胜我们 在敌国风瑶的地区略取粮草 三军就有了足够的供养 注意休养时卒 不要令到他们过于疲劳 保持士气 养征蓄褥 部署兵力 要考切计谋 令到敌人无法判断我军的意图 将部队置于无路可走的境地 时卒就会拼死不败退 时卒既然能够零死不退 那他们又怎会不殊死作战呢 时卒深陷险境 就会无所畏惧 无路可走 军心就会稳固 越是深入敌境 部队的凝聚力就会越强 在逼不得已的时候 那帮仗士就会殊死战斗 所以这样的军队 不用整治 也会加强戒备 不需要要求 也能够积极地完成任务 不需要约束 就能够亲密团结 不需要三零五身 也能够信守纪律 在军中要禁止尖卜迷信 要消除士卒的疑虑 就算战死也不能退避 那帮士卒 没有多余的财物 并不是他们不喜欢财物 士卒自生死于道外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活命 当作战命令下达的时候 坐在这里的士卒 雷尖依襟 躺在这里的士卒 雷流满面 将士卒置于无路可走的绝境 就会好像尊珠曹贵那样勇敢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 就好像率言一样 所谓的率言 就是上山入面的蛇 打他的头 他的尾尾就会过来帮托 打他的尾尾 他的头也会过来帮手 打他中间 头尾也会出现 那问 军队有没有办法 可以好像率言一样呢 答案是 可以 那么吴国人和越国人 虽然互相仇视 但是当他们同船到河 而遇上大风的时候 他们也会互相救援 就好像人的左右手那样 所以 将一些马并列地绑在一起 将一些车轮埋起身 用这样的方法 来防止士卒溃散 是靠不住的 要令到全军上下齐心粉线 就好像一个整体那样 所倚仗的 就是统兵自军有方 要令到强弱的士卒 都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 关键就在于要合理地利用地刑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 能够令到全军上下 攀手团结就好像一个人那样 那是因为 将这些士卒置于不得已的境地 而所造成的 统书军队这些事情 要沉着冷静 又要忧心莫测 要公正严明 又要有条不文 要能够蒙蔽视卒的耳目 令到他们对军事行动一无所知 变更作战任务 改变原定计划 令到无人有办法 识破真正的容易 要时不时地变换注地 特意迂回前进 令到人无法推测到意图 将帅如果要视卒 预期出去作战 那就要好像爬高之后 拿走八梯那样 令到他们有进无退 将帅率率领士兵 精深入诸侯国土 就要好像老机射出的第一支箭 一往无前 指挥视卒 要好像驱赶羊群一样 赶过去又赶过来 令到他们不知道究竟要去哪里 最三军之中 将他们置于危险的境地 令到他们拼死奋战 这是统税的职责 根据各种地形 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 计算攻防进退的利害得失 掌握视卒 在不同的情况下的心理状态 这些都是将税 不能不去认真考察 和研究的问题 但凡进入敌国作战的规律就是 深入敌境 时卒越专心一致 浅入敌境 时卒就容易换散 离开国土越过边境 去其他国家作战的地域 叫做绝地 四通八达的地域叫做渠地 深入敌境的地区叫做重地 浅入敌境的地区叫做轻地 背后有险阻 前面有关口的地区叫做围地 无路可走的地区叫做死地 所以在散地要令到军队 二字转日 在轻地要令到军队紧密相连 在增地要迅速地出兵 兜去敌人的后面 在交地要紧慎防守 在渠地要巩固和诸侯国的结盟 在重地要保障军队的粮草供应 在披地要迅速地通过 在围地就要堵塞缺口 在死地就要显示出缺一死战的信念 所以 试出的心理状态是 陷入包围的时候 就会揭力抵御 不得已的时候 会殊死奋战 陷于危难境地的时候 绝对听从指挥 所以 不知道诸侯国的战略企图 就不可以与他结交 不知道山林险佐沼泽 等等地形的情况 就不可以行军 不使用响道的就不可以得到地利 这三者不知其一 那就不称得上是霸王之兵 所谓的霸王之兵 攻伐大国 信猛到令到敌国的军民 都来不及聚集 向敌人施以兵位 能够令到他的盟国 不敢与之联合 所以 不需要争着 跟天下的诸侯结交 也不需要去侍奉天下的霸权 只要能够施展自己的战略意图 将兵位施加到敌人的头上 就可以拔取敌人的承衣 摧毁敌人的国度 施行超出惯例的掌赏 办法打破常规的号令 指挥三军之中 就好像指挥一个人一样 只是叫那些侍族去做具体的事情 而不告诉他们知道 过中的意图 只是跟他们讲有利的一面 而不跟他们讲危害的一面 将侍族置于危地 才能够转危为安 令到侍族陷入死地 才能够起死回生 之后令到侍族深陷绝境的时候 然后才能够赢得胜利 所以 指挥作战的关键 在于摸清敌人的意图 集中兵力 攻向敌人的一点 这样就算长驱千里 也能够斩杀敌将 这就是所谓的 考能成事 所以 在决定战争方略的时候 就要封锁关口 废除通行凭证 禁止史节往来 要在庙堂之上再三谋划 作出战略决策 一旦敌人出现可乘之机 就要迅速承虚而入 首先夺取敌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 不要跟敌人约旗交战 实施作战计划 要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变化 灵活地决定自己的作战行动 所以 战争之初 要像一个柱女一样 这么沉静和柔弱 有使敌人放松戒备 一旦放松警惕 门户大开 军队就要好像逃脱的野兔一样 令敌人力不及抗拒 第十二篇 火攻篇 孙子说 但凡火攻有五种 一是火烧敌军人马 二是焚烧敌军粮草 三是焚烧敌军支重 四是焚烧敌军库房 五是焚烧敌军运输设施 实施火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火攻的器材必须随时准备就绪 放火要看准天时 起火要减好日子 天时是指气候干燥 日期是指月亮行经 基、碧、液、诊 四个星秀的位置 但凡月亮行经这四个星秀的时候 就是风起之日 但凡火攻 必须根据上述五种火攻 所造成的情况变化 灵活地部署兵力与之策刑 在敌营内部放火 那就要及早派兵在外面策刑 如果敌营起火 而敌军仍然保持真正 那就要耐心等待 不要谬然进攻 等火势烧到最旺盛的时候 再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决策 可以进攻就进攻 不可以进攻就停止 也可以在敌营外部放火 那就不需要等待内营 等到时机成熟就点火 在上风放火的时候 不可以在下风进攻 早上风刮得久 到了夜晚风就会停 但凡军队都必须懂得 用五种火攻方法的变化运用 等到条件具备的时候就实施火攻 所以用火来辅助进攻 成效就会显著 用水来辅助进攻 可以增强攻势 水可以分割和阻断敌人 但就不能够赶走敌人 但凡打了圣仗 攻取土地成一 而不能够巩固他胜利的成果 那就很危险 这种情况就叫做废流 所以说英明的君主 会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燃良的将税 会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 对国家不利 就不好行动 没有取胜的把握 就不好用兵 不去到危急关头 就不好轻易开战 君主不能够因为一时之路 而发动战争 将税也不能够因为一时之路 而出兵作战 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 不符合国家利益就停止 愤怒可以重新变成欢喜 老老可以重新转变为高兴 但是亡国不可以重新来过 死了的人也不可以复生 所以英明的君主 一定是慎重地对待战争 良将对待战争 也一定会是警惕的 这是安定国家 和保存军队的重要原则 第十三篇 《用间篇》 孙子说 但凡轻施十万 出征千里 百姓的耗费 国家的开支 每日都要花费千金 国家内外动荡 军民疲倦地在路上奔波 不能够从事正常生产的人 就会有七十万家 这样的情况维持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赢得胜利的那一天 如果论息于着陆和钱财 不肯用来重用间谍 搞到不可以掌握敌情而失败 那就是不仁到极点了 这种人不配去做军队的帐帅 不配做军主的辅助 也不配做胜利的主宰者 所以 明军延将 之所以一出兵就能够战争敌人 工业可以超越众人 就在于事先能够掌握敌情 要事先了解敌情 不可以求神问鬼 不可以用过去相似的事情作类比 也不可以用观察日月星辰运行的数理去验证 一定要取之于人 从了解敌情的那些人那里去获得 所以使用的间谍有五种 相间 内间 反间 死间 生间 五种间谍同时起用 就能够令到敌人 搞不清楚我军行动的规律 就好像神妙莫测一样 也是军主黑敌制性的法宝 所谓相间 就是利用敌人的同乡做间谍 所谓内间 就是收买敌国的官吏做间谍 所谓反间 就是令到敌方的间谍 反向为我所用 所谓死间 就是故意向外散布虚假的情况 让我方的间谍知道 而传给敌方 所谓生间 就是只能够亲自生欧欧地回来 报告敌情的间谍 所以在三军之中 没有比间谍更亲信的人 没有比间谍的掌赏更加优厚的人 没有比间谍的事情更加机密的事情 没有超凡才智的人 不能够使用间谍 不是仁义之人 也都不能使用间谍 不是谋略精细的人 也都不能够得到间谍的真实情报 微妙啊微妙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间谍也 起用间谍的事情还未实施 事情就泄露了出去 那么间谍 和知道真相的相关人士都要处死 但凡要攻打敌方军队 要攻占敌方成一 要刺杀敌方的人员 都必须事先探知敌方的首相 左右的亲信 传达通报的官吏 守城的门位 和门客幕僚的声明 这些都要命令我方的间谍侦查清楚 必须查清楚 敌方派出来侦查我们的间谍 然后就要收买和利用它 引诱和开道它 之后再让它放回去 这样就可以令到他们成为反间 而能够为我们所用 通过反间了解敌情 就能够培植利用向间和内间 同样道理 根据反间提供的情报 就能够令到死间 故意向外散布虚假的情况 并且叫它报告给敌人 由于从反间那里能够了解到敌情 生间就可以如期地汇报敌情 这五种间谍之事 君主都必须了解掌握 而了解情况的关键就在于利用反间 所以对待反间 不可以不给予优厚的待遇 以前 恩朝的兴起 是因为重用在夏朝做神子的医魂 周朝的兴起 是因为重用在恩朝为官的女衙 所以 明君言将 能够用智慧高超的人充当间谍 那就一定能够成就大的工业 这些都是用兵作战的关键 三军的人都是依靠他们提供的情报 来去决定军事行动的 讲完 今集的时间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帮到你的话 记得subscribe这个channel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下个钟仔 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超级感谢 赞助一下我的制作 如果你听到最后的话 麻烦帮忙在搜寻栏那里建议 陈老师大话历史 帮我subscribe我的channel 还差260个人 那我就可以开通广告了 麻烦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